词曲 李宗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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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中的歌声花 脱部裙全纺蜿蜒成画 是名工的她 是脚盘某处人家 转飘绕过发沙红纱 丝绣走她 泪目剛烈泥做專家 紅綠綠沙沾上白皂杯終究被擦 微笑風的鮮硬木馬也不過一場 難免數落而視野下莫測變幻 隔絕山海轉身從容堅差 嗨 我是Anne 今天帶大家出來吃喝玩樂 今天介紹的景點是新北 非常非常有名的豆腐一條街 深坑老街 好 就在這裡啦 這回呢我們會介紹幾間 就是Anne 和 蠻常吃的東西啦 因為這裡呢基本上超級有名的就是豆腐 從頭到尾豆腐沒停過 有烤的臭豆腐啊 炸的臭豆腐啊 清蒸臭豆腐 麻辣臭豆腐 豆腐冰等等 所以說它是豆腐一條街 不為過啦 好啦 現在跟大家講個重點 一定大家想知道了 廁所哪裡有 好 聽清楚囉 廁所呢就在衛生所的後方 就是等於現在是我們盡頭這一區的 右邊進去 這邊進去 嘿 就有個公共廁所 它是不是不用錢呢 好啦 現在就跟著我一起去吃喝一下 艾翰坦哥平常來深坑老街吃的東西啦 Go 那我們來到深坑老街呢一定會吃烤臭豆腐 那我身後呢這兩間呢就是觀光客 一定都會排隊買的烤臭豆腐 但是我們今天沒有要吃這兩家 可以跟大家講這兩間其實就是排隊人潮超多的 給大家參考一下 它不會很雷 但是我們今天要是別家囉 聽清楚囉 好啦 繼續走吧 老闆 這裡請坐喔 你好吃喔 你好吃喔 喔 多喜愛玉冰啦 我們都買愛玉冰的吃啊 這個啊 這一家 要吃什麼 這一家店上呢是在大龍宿下 入口處附近的德福素食 所以它基本上他們餐點就是屬於素食類的 那我們平常蠻常點的就是這一個啦 桂竹筍 這一碗呢是80塊 竹筍料其實給的還算蠻多的 而且來這邊啊 就是每家餐廳一定都有桂竹筍 所以來這邊 桂竹筍基本上就是必吃的一個餐點啦 再來就是這個湯的 紅燒臭豆腐 這剛才是在拍照的時候它炸開了 真的超大塊的 給大家看一下另外一塊 你看 你看看你看看 這麼的厚耶 超級厚的 那這一份 臭豆腐呢是65塊 那除了這兩個之外呢 他們還有賣的是素的滷肉飯 炒麵還有炒米粉 還有他們的手工的檸檬愛玉冰啦 推薦給大家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但是它就是 屬於是 應該是說 位置不補啦 所以就是大家在用餐時間的時候 必須稍微等候一下囉 好 準備開飯吃之前 還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生坑臭 生坑臭豆腐 長臭了 生坑老街的臭豆腐呢 就是以湯的其實蠻多的 就是湯的清蒸紅燥臭豆腐啊 什麼都有啦 清蒸紅燥麻辣 都有 但是其實我和坎哥就是不常在這邊吃這種 湯的臭豆腐 為什麼呢 其實我覺得這邊的那個豆腐啊 雖然給的很大塊 但是基本上其實他們滷的沒有很透 沒有像我們在桃園啊 自己平常吃的這樣子滷的比較透 它就是豆腐歸豆腐 湯歸湯 其實有點像就是 豆腐泡在湯裡面 這樣子講本機車啊 但是我就是個人感覺啊 實際上沒有很入味就對了 本人還是比較喜歡 咱們桃園的臭豆腐啦 因為真的好好吃喔 那還是等下吃給大家看喔對不對 燙 就怎麼燙來講 我沒有針對這家 其實這是因為 這整條這種清蒸臭臭的粉 真的是大頭小臉 我就是良心講的喔 真的 就這樣子 好啦來到深蒸老街呢 什麼沒有 就是清蒸麻辣臭豆腐最多 左右兩邊一大堆 就是自己參考一下啦 接下來介紹的是我身後的阿豬育園啦 好啦這兩家呢 兄弟分家是應該都差不多好吃啦 我是看心情 會決定 買 這兩家我都會買啦 因為我覺得差不多 好啦就是他們家的芋圓呢 真的是香Q好吃的 料多味美好實在啦 就是冰的熱的通通都有 但是現在這麼熱當然是吃冰的啦 好啦 來到深蒸老街呢 必買的一定是這隻七里香 很大隻的雞屁股 這是我一定買的 他在那個這個廟的門口 一隻四十元 加辣超好吃的喔 你看烤的超美的 吃一口 另外呢 這個烤臭豆腐呢 我推薦呢 是廟前面的這一間烤臭豆腐 任選兩個口味 我們今天選的是 韓式泡菜跟台式泡菜 四十五塊 這隻我們一定都會買的 這隻烤的還不錯吃 推薦 這一家介紹呢 是在我身後的 唐山柏谷味桂花 酸梅湯 這是一杯呢 是三十元 你可以喝去 冰的熱的還有去冰 可以選擇 那我今天喝的是去冰的 一杯三十塊 要現喝給大家看 有那種煙燻的那種的味道 還不錯啦 一杯三十塊 邊走邊喝 解膩啊 因為剛剛吃太多 油膩膩的東西 還不錯喔 現在我們來介紹的這家是在我身後的百年古厝的 歐黎姐姐的豆腐冰淇淋 那它除了冰淇淋 還有賣咖啡 芝麻糊 等等 其實賣的東西很多元化 它豆腐冰淇淋啊 基本上面我剛才看到的有五種口味 那我蠻常買的就是焦糖 因為它的焦糖其實是不甜 是手工做的 那重點還跟大家介紹的是 它裡面的裝潢布置囉 因為它是百年古厝 所以它裡面呢 其實介紹的很多都是 深耕老街的一些歷史典故 它上面的畫都是有意義性的 對於藝術有興趣的人 可以在裡面去詢問店家 它會一一的介紹給你 讓你更加認識咱們的深耕老街喔 真心推薦給大家 裡面的店家 他們的人超級親切的 現在中午時間 大家沒有人在吃飯 大家在吃冰喝咖啡 享受就是什麼 那一種熱鬧的氛圍啦 推薦給大家囉 來到老街呢 這麼天氣這麼熱 一定要吃上一支冰啦 那推薦呢 這一家是在我身後的 炭燒豆腐霜淇淋 豆腐冰淇淋呢 現在是綜合口味的是抹茶 加上他們的豆腐冰淇淋 看看 其實它快融了 我要趕快吃 就來吃囉 而且便宜一支才20塊唷 好啦 短短十幾分鐘的路程呢 我們已經從頭到尾走完了這個深坑老街啦 其實說長不長說短不短 可是它是雙面這兩邊的店家 其實販賣的東西都還蠻多元化的 有那種古早味銅萬店啊 然後一些伴手禮店啊 蠻多的啦 吃吃喝喝的就是蠻多的 大家就是可以參考走走逛逛啦 這家介紹的是頂階串燒臭豆腐 其實它頂階呢 是要用台語黏字我回念就算了 他們除了串燒臭豆腐有名之外呢 其實M推薦是他們家的酥炸臭豆腐 在這裡 好這一份是60塊 然後頂階呢 一定要吃他們家串燒臭豆腐 推薦新菜色這一份皮蛋串燒臭豆腐 其實原本其他口味是45塊 那這一個呢 皮蛋的是50塊 沒吃過耶我好好奇 因為平常都是吃泡菜口味的 這回就來吃看看 它很match耶 我覺得很難形容 簡單來的就是好吃 它沒有那種 覺得你會覺得很複雜的感覺 就是很合耶 臭豆腐配皮蛋 臭臭香 那種臭氣香好嗎 推薦這個一定要點喔 那這個 一定要點這個皮蛋臭豆腐 推薦 真的好吃 而且他們還有貼心的 還有分 分素食跟非素食 是不是很貼心呢 因為其實現在還蠻多人都在吃素的 那最近就是有幫你多元化去分 昏的跟素的 是不是還不錯喔 好啦我要開動了 因為這個真的要趁熱吃才好吃喔 好啦我們已經逛完了豆腐一條街的深坑老街啦 短短的十幾分鐘就這樣走完了 其實說真的啦 它就是左右兩邊的店家賣的東西都還蠻多元化的 有那種古早味銅萬店啊 然後賣一些小時候才吃到的那種糖果啊 玩具啊 然後一些伴手禮啊 豆腐嘛 基本的就是蠻多元化的 大家可以就是漫步的慢慢在這邊散步 逛下老街 那大家也會在乎的就是停車 其實老街的頭跟老街的尾呢 前後呢都有蠻多停車場可以停車的 那我們剛介紹的頭那邊的話 它基本上就是季次收費 一次價大概是100塊 那尾巴這邊的呢 有那種公有停車場啦 還有全聯複色停車場 但是全聯沒有停車不要去停 沒有消費不可以停車喔 記得啦 好啦 希望我們影片呢 請在右下角 按個訂閱啦 按讚分享就是給我們很大的支持 下回A韓版哥還會繼續帶著大家 繼續吃喝玩樂 下回見 掰掰